大家好 我是黃家瑋 歡迎收看金州最前線 三立搶先看 龍年開紅盤 在護國神山台積電帶動之下 本週台灣的股市 標出了歷史新高 來到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六點 而受惠到AI熱潮 美國股市四大指數 也不斷創新高 但是要告訴大家 全球股市當中最強不是美國 不是台灣 而是日本 今天要帶大家來看到 狂日本進行事 過去一年來 日本政府跟企業有很多的大動作 讓他們成功從失落三十年翻身 並且以非常驚人的速度往前衝 全世界都發現日本已經不一樣了 東京證交所的社長更直言 有五大理由讓日股高漲 不會只是暫時 首先接下來來看到 日本的股市有多狂 本週的高點已經飆到了 三萬八千三百六十三點 近一年來 它的漲幅將近四神 居全球主要的股市之冠 也在今年的二一月十一號 走市值達到了九百一十七兆日元 重返亞洲第一 更在上週二月十三號 盤中突破了三萬八千點 創下了三十四年來的新高 漲價日本也終於在臨 讓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 有底氣的高喊 二零二四年將是日本走向 新經濟關鍵的一年 接下來我們要來請教 《金周刊》的主編黃偉軒 主編跟你請教 日本不只從失落的三十年走出來 更是谷底翻身 而股市全球最強 改革狂新創猛 當然他的成功因素很多 不是單一 要請主編來解析 根據您訪問的 這位受封安倍國師的 冰田紅衣 他認為日本成功轉股的 關鍵是哪些呢 主編 我們這次有訪問到 他曾經是在安倍時期擔任 他的一個算是最高的經濟智囊 冰田紅衣 他是現在在美國 是葉古大學的榮譽教授 這次其實也有跟我們分享 看到他對現在日本經濟的看法 他其實是有特別提到 是說過去這兩年 是因為這個 其實某種程度也是算是積運吧 就是說因為這個疫情之後 美國這個生協助力 然後這個日本的一個算是寬鬆 多年來的一個寬鬆政策 終於在這兩年 有看到算是收到一個比較明顯的成效 呼籲這個日元的這個劇烈的變質 讓這個日本慢慢 就是算在過去這一年 漸漸的走出了這個算是困擾 他很多年的這種長期的一個算是 通縮的一個困境 那隨著這個日本的這個薪資跟這個物價的一個循環 慢慢的一個算是步入一個軌道 那他預期是說這個看起來 這個日本的這種算是這個成長的動能 會因為這個相對目前的那一個寬鬆的環境 是有機會的這個持續 那另外是說他也談到了這個 目前這個現任的這個日本政府 岸田的政府的一個政策 他是有談到是說不同於前 安倍當時候其實安倍後續 在他的一個後半的一個這個任期 其實他的一個安倍經濟學看起來好像有點 沒有像當時在這個前半的任期那麼的一個 那個具有成效 其實一部分就是因為他的一個財政政策 其實在後半的任期 他其實因為這個帳條消費稅 他的一個財政相對的一個緊縮了 導致他的後半的一個任期的一個政策 有點說無法延續了這樣子 那他是看到其實對比於當前的這個岸田的政府 他是算是比較肯定岸田政府 其實目前是採取一個比較是財政擴張的一個政策 不過經濟上揚 總體成長讓分配成為的問題 如果都是巨型科技大廠不斷的賺錢 年輕人或者社會底層賺不到 很多國家就出現所謂的躺平族 也就是薪水不漲不願意結婚買房 對未來甚至不抱希望 但是在日本的這幾年新創是越來越猛 看到了新世代能夠出頭 甚至幾十年來翻轉了日本經營的思維 日本政府到底是怎麼樣出狠招讓日本經濟年輕化 湧入更多的新火水 接下來我們要再請教主編 剛剛看到的這位年輕董事長 前田窯介他才三十二歲 到底他是如何透過這個像洗手台一般的機器 讓原本只有三個人的小公司快速成長 不僅如此他還能夠解決社會問題 另外也要請您分析日本社會跟政策 到底是怎麼樣引導年輕人勇於創新 找到更多機會 主編 首先談到這個 這家算是我們這次採訪到的算 今年蠻有名的一家日本新創 然後它是叫做WOTA 那其實就是英文水的那個WATER 一個日文發音 然後其實跟他做的主要業務有關 因為他其實做的就是算是水的一個循環在利用 因為他其實這個創辦人 他是這個東京大學畢業的啦 他其實在在學期間他就留意到說 其實目前這個使用包含是不僅僅日本或是全球 這種主要這種供水系統都是有算是 整個政府這種中央的這種主導啦 那是算是比較大規模的這種需要這種維護啊 那這個在日本的話 其實在這幾年的問題就是說 它很多的管線老舊 然後可能很多偏鄉的供水的系統是有問題的啦 這樣子 那所以導致說可能這個今年的1月 像很多這個過去這段時間 其實很多這個 比如說這種震災啊 地震 火災 風災等等的所導致這種可能供水 日本的這種很多這種像偏鄉地區的這種供水系統 就會受到影響 那像是今年的這個能登大地震 就是一個算蠻明顯的例子啦 那回到這個說日本目前整體的一個新創環境 過去這兩年了 2022年那時候其實 岸田他其實有岸田上任以來 他其實有退出了 在針對這個新創 他其實有推出很多政策 那包含說還有定下的目標 那其實日本的這個企業 他其實在過去這幾年 包括我們這次訪到不知道專家有提到 他其實正在進行所謂的時代交替啦 所以其實企業執行長 其實也都在持續這個年輕化 那其實對新創也越來越友善啦 那其實日本的創業的風氣越來越盛啦 其實我們這次又訪到這個日本創投協會 我也當然其實跟我們談到說 日本這個其實很多年輕人 特別是在東京 他們其實大學期間或大學畢業 他們其實就不再像以前那麼排斥創業了 他們其實就是會傾向發現說 現在有什麼問題 可能是那些沒有辦法解決的 他們就會傾向說 那就如果他們有能力 或他們是那個專業的話 他們就會說 那我那可能就是會自己出來 就是大學畢業就創業這樣子 那種種因素讓日本 就是有政府的支持啦 那包含整個系列文化 這個社會文化也對新創越來越友善 讓日本的這個新創在過去幾年 就是發展 算是一個比較突破性的發展這樣子 好 今天非常謝謝主編啦 從日本帶回來 包括了在民間 以及日本政策的成功經驗 不知道台灣的民眾 以及政府能夠學到多少 以上就是本週的 金州最新線 三立搶先看 我們再會